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轮延投顾 首席飞行师严敏严老师 那很高兴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能够在这个运通财经台 来帮大家来解盘 那当然最近这个行情 每天涨每天涨 带量上工 这个你都看到了 但是投资朋友你要想一下 你有沒有赚得到钱 如果说你有赚得到钱 那就代表说这一波的行情里面 老师跟你讲的 你可能有听进去 那如果说你没有赚到钱 可能很多人不要去放工 都屌住的话 那你就是看错方向 可能也找错人 那找错人自己要去想办法 做错股票的话要记得 好的股票要停利 坏的股票要停损 把资金稍微要控制一下 那当然你说今天那个盘式里面 成交量来到3750亿以上 这个盘式开出来是两点高盘 两点高盘尾盘大涨213点 在这个多方里面 它是属于一个叫做主身段 主身段 来你之前看到这边有个跳空缺口 一个缺口 第二个缺口在这边 第二个缺口在这边 上个礼拜这个行情往上涨700点的时候 我跟你讲才是刚刚开始 很多人在笑 很多人叫你去放空 那今天的话又出现 这么大的一个跳空缺口 这么大 电子股 我也没跟你讲主流就是电子 有没有 就是他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成交量9万多张 好不好 那你有没有台积电 我不知道 可能说你听了老师的广播也好 你看了这个节目也好 你可能听得进去的 台积电500块钱以下是买点 500块钱在这边 是不是 是买点 今天的一个收盘价566 结束了吗 我跟你讲还没有 还没有 那如果说你台积电没有做到 那你要注意这张股票好不好 来 联发科 联发科700块钱以下是不是买点 你自己来验证一下 好不好 700块钱是不是买点 你有488的环球金 今天股价499 有没有人告诉你 500块钱以下是买点 500块钱还没有到 500块钱还没有到 我之前跟你讲3008大立光 两千块钱以下是买点 今天的话最少价差 也有200块 同样一档股票的话 你的看法不同 你买进了一个实际点不同 你也会得到一个不同的结果 那我在节目里面跟你讲什么 好 我说有些股票你必须要先卖一次 这个飞鸿我就建议说你先卖 这边有长长的上影线 成交量这么大 很难过去 很难过去 这个地方的话 你赚钱最好赚的是从这边上来 你在这个位置去的话 我觉得赚的钱已经很少了 你就不要再坚持了 3046的建基 我们有做过 我们已经卖掉了 两笔单 这个地方的话一直涨不上去 你该卖的话你就要卖 提醒大家的股票 万海 讲多久了 讲多久了 你自己看着办好不好 杨明 也讲很久了 长龙 股价不动的就是不动 不动的原因就是说 筹码很乱 营收不好 那对不对 这两个吗 第三个最重要的 大乌中食物喜不喜欢这种股票 不喜欢 你万海的话 今年第一季是亏损 有谁会去买一个亏损的公司 然后跟你讲说 这未来会很好 我相信外事法人也没有这种 也没有这种度量 你套牢了他帮你去拉 我觉得这是不切实际的 非常不切实际的一个想法 那如果说你进行的操作 对不对 你比如说像智邦 对不对 他创新高 他创新高 你真的你在这个地方的话 没有出现爆大量 你还是可以爆一下 对不对 5274的信华也是一样 这个带量就上去了 带量就上去了 8025对不对 这张股票 这个叫信华 对不对 3025 看一下 这个新通 这个地方股价修正 幅度也是很大 今天的话成交量来到3万5千张 然后呢 涨天白锁了5万张 你千万不要去做这个追价 我不会害你 我不会害你 股票看得懂的 我就跟你讲说我看得懂 看不懂的话 我不会跟你讲说我看得懂 那这张股票可以留意一下 好不好 台积电好 他是做设备类的 他会不好 他会不好 应该会好嘛 大多头的行情 除完全息 这种股票也是一样 创新高大同啊 所以说你要会看股票来操作 你不是每天听一些消息 名牌在操作股票 这样子就不对了 我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了 这个行情还没有结束 下个礼拜涨的股票 会跟这个礼拜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们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就要操作一些新的 第一个新的 第二个是底部开始几涨的 而且底部就直接喷上去了 因为严老师做股票 我不喜欢等很久 我布局成功之后的话 我希望说三天之内就要发动 三天之内就要发动 发动成功以后 我还会再去做加码的一个动作 这是我下个礼拜开始 我的操作的一个习性 那严老师的节目时段 请大家来留意一下 非凡58台 下午的1点15分到1点40分 你598的一个广播频道 每天下午3点到3点半 运动财经台你现在看的 下午的3点半到4点 零成1点半的重播 包含早上7点钟的一个重播 你都可以找得到严老师 我现在昨天这种简讯 已经跟大家详详细细细的介绍 好不好 单股会员 一档股票两笔单 来导播拉近后 已经卖掉了对不对 礼拜四卖掉了 开高走低 礼拜五又开高走低 我没有说我很厉害 至少说我在操作的部分 我非常帮着我的会员想 我一点都不想浪费 我应该卖的 应该获利入带的 就会像这张字卡一样 好不好 那当然五月份的操作 就以这档股票赚最多 那从下礼拜开始的话 我要挑战这档股票 这个难度高不高 非常高 一档股票可以赚到70% 杂杂实实的获利 我说出它是一个单股会员 一档股票两笔单 我相信单股会员都可以帮 严老师作证 好 那我下个礼拜开始 我准备的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由严老师 我亲自通知你 有人喜欢做短线的 OK 我答应你好不好 短线的这档股票最强 下礼拜的股票 有没有比这档股票更强的 请你拭目以待 好不好 请你拭目以待 好不好 那你卖出去了 获利70% 那我想请问大家 能不能够翻转你的人生 可以啦 老师跟你讲的 绩效就是最大的优惠 你应该都能够认同啦 你应该都能够认同啦 在散热族群 我们很早就来操作啦 你时间点要回到三月份了 操作双红的话我相信啦 这股价到今天为止 已经快要300块了 但是你在150块的时候 你有沒有看到它的价值 如果说你有看到它的价值 那我要恭喜你 你非常厉害 好不好 有拿到资料的 有动作的 把研导师基本面的消息 包含营收的状况 好 我们在LINE里面 Telegram里面都有详细的一个介绍 我相信这档股票赚了 你说多吗 我是不觉得多啦 为什么 它翻倍嘛 它就翻一倍 股价大概从16块钱 16块钱 一路的大涨大概到40几块钱 你说翻倍对不对赚很多嘛 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 我认为这个股票未来 还是有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 但是我们赚钱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做出卖出的一个动作 就像这种简讯告诉你 如果说你的操作是偏向短线的 你真的可以卖一条 好不好 如果说你的操作是偏向长线的 那你就按照言老师的简讯去做 简讯是叫你续报 好不好 两笔单 我们简讯是告诉大家你要保密 好不好 你要保密 两笔单 5月16号一笔单 18号一笔单 总共是两笔单 持股续报 那5月24号 一样持股续报 因为从礼拜 这个礼拜一 礼拜二礼拜三 三点 对不对 三点都是连续大涨 我们等一下会拿简讯给大家看 礼拜四 几乎就最高点了 对不对 老师这边有做动作 好不好 你是老师会应该都很清楚 我们来验证一下 从5月17号跟你讲了 一张都不卖 从5月22号跟你讲持股续报 亮灯涨停板 礼拜二跟你讲 持续亮灯涨停板 祝大家周二愉快 一直到这个礼拜三 这个礼拜三 老师还在发简讯给你 好不好 这张股票已经到了一个段落了 美好的时光它不会停留 大概有一部电影叫做回到过去 回到过去的话 其实每一个人都对于未来 他有个很好的一个憧憬 但是真的能不能回到过去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真的很多人都会发财 你看节目老师有没有跟你讲过 台积电 来 打拨拉近 拉回500块钱以下是买点 今天566 既然我认同这个大盘 是属于多方的格局 那一定要由全职股来拉台 对不对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你们说台积电不好 对不对 我说好 500块钱绝对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价位 你最近听到了AI挥达的业绩大成长 你才会觉得它很好 如果说这个挥达的消息没有出来 你还是认为台积电不好 拉机盘 有人会去call say你知道吗 拉机盘 那是因为你没有做 老师有没有做 保密 好不好 保密一下 好不好 小型股 有些股票创新高拉回 你还是要留意 这叫心通对不对 5月19号的心通 这个地方的话已经开始转强了 是不是 今天要不要追 其实不要追我今天讲 有人今天还在打电话进来 有赚啊对不对 先卖掉了 因为我的操作的一个想法很简单 我都是习惯在底部去买 比如说台积电 拉回去买 心通也是一样 拉回 拉回可以上车 我没有说叫你去追 其实老师的操作风格你应该都很清楚 你应该都很清楚 新的股票就像三商店一样 未来的操作也是一样 就是属于底部怎么样 去做出个买进 底部去做出个买进 我们绝对不会带各位去追 该卖就卖 该卖就卖 这个操作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来谈一下 就是说 大家希望这个会期短一点 OK我接受 但是这个会期会费 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得起 我是叫希望 我能帮一个我就是一个 我尽我的能力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礼拜五 六日你看到老师的节目 你认为说你是需要帮助的 你不用客气 好不好 你直接跟我们的助理讲 我们的团队包含我们的助理也好 包含严老师也好 我相信都是非常仁慈的 我们不希望投资人输钱 我们希望投资人能够赚钱 我们希望投资人 养成一个比较好的操作的习性 停力停损的动作一定要做出来 持股三档以内 几率操作 所以说我们的节目里面 也有跟大家讲 我们的顶尖操盘法 绝对是符合世界潮流 把一些重要的方法 我们都在这个 我们操盘的一个同时 都带入到我们的操作 股票操作我跟你讲 就是你要锁定主流 你不锁定主流 台积电是不是主流 是嘛 对不对 台积电有没有爆喷 有嘛 那你现在是不是要去找 下一次台积电 会不会是联发科 会不会是大力光 还是环球金 因为你错过了嘛 对不对 台积电一直跟你讲 500块钱以下是买点 对不对 对不对 500块钱在这边 500在这 都赚得到钱 有人问老师老师 买不到台积电的话 买联电 联电这个不行 联电是属于区间 好不好 虽然说今天有转强了 完全不同的东西 最近加入烟老师会员的人数 也真的是很多 而且他们至今都非常庞大 老师在这个节目利用 一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严老师叫你买你就买 执行力很重要 买就对了 叫你卖你一定要卖 这个叫纪律操作 有买有卖 如果没有动作的话 就代表说这个大人空间不够 目前为止没有合适的股票 所以说你参加老师会员 你要记得执行力 执行力 指令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停力停水一定要做到 大赚小赔你才能够大获全胜 这个是利基对不对 还有人去放空他 放空的理由其实很简单 涨太多了 涨太强了 我觉得台股的一个分析师很笨 你为什么要去放空这个 所谓的强势股 你放空一定是放空这种弱势股 你去放空阳明 万海 长龙赚得到钱吗 绝对赚得到 你老是喜欢去放空这种强势股 强势股哪里轮得到你 放空强势股 你的会员被嘎的叽叽叫 我是不大想讲 当然下个礼拜全新的股票 当然旧会员可以一起来参与 最主要这档股票要给新会员 一起来共同参与 我先讲这档股票之前在节目里面没有讲过 未来等它涨上去两根涨停板 两根我才会讲 因为要保护会员 这个地方请大家原谅一下 不然我每次涨停板我就拿上来秀了 很多人喜欢去跟单 会把筹码打乱掉了 我特别声明 下个礼拜一要进场的股票 两根涨停板以后 我才会公开 你如果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 也给严老师一个机会 看节目看那么久的 对不对 老师今天不会亏待你 好不好 今天给大家一个大惊喜 来 亚航赚钱的人 记得获利要入带 严老师单股会员的 这档股票获利70% 没有什么 未来要挑战它 未来我要挑战它 我希望能够做到100%的获利 我今天开放 我今天直接开放只收一个月 你先把电话拨通 我先讲 它是属于单股操作的 做完一档再一档 你不管多少资金 你就买一档 做完这一档有获利了 我们再做下一档 所以说今天单股 给大家168 单股会员给大家168 做完一档再一档 有需要的投资人 今天好好把握 严老师最大诚意 只收一个月 单股168 做完一档再一档 没有名额限制 好好把握 机会难得 打电话 请广告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文明头库 严分一失 擅长七本命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二十年 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空投 进行办法公司 透视七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住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原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美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悬浮 轮原带您引爆投资 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2321 9933 2321 9933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 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这个大盘我们从之前来观察 它是由所谓的观光类的族形 反映这个解封的一个题材 所以说你看到三副五福 这个灿星旅 夏都 很多的一些 这个观光类的股票都在涨 那时间的话 回到现在的话 你又发现 老师这个ABF载版的部分又在涨 其实的话 载版的部分在涨 它是反映到景气 它会快速的回升 所以说载版的部分 PCB的部分 因为车用电子的一个关系 所以说这个地方 必须怎么样 消化库存掉了 那也会进行所谓的拉货潮 它产业的一个循环是这样子 那下一个族群在什么地方 可以赚得到钱 应该是电子 为什么 你有看过这么强的电子吗 有没有 电子里面还有什么还没涨的 很多啊 很多啊 下个礼拜就知道啊 之前没有涨的啊 未来啊 从下个礼拜开始 你就会发现 慢慢的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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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前涨多的股票 可能就回档修正嘛 这个是多头 多头 所以说 这个节奏上面 你要掌握得住 当然 台面上面 如果说出现一些新的足迹 新的股票 我们在节目里面 也会第一时间点 帮大家掌握 比如说你看三富嘛 对不对 它是领头羊 你不管什么时候买 它创性高 你就赚得到钱 五福也是一样 三富五福 如果说这两党股票 没有做到的 落后补涨的参新率 一样赚得到钱嘛 但是记得 有买要有卖 有卖 卖很重要 卖的就是把获利入带 纪律超住 那当然这个最近 赚钱的人很多啊 赔钱的人真的很少 昨天有一个放空的 真的是很难得看到 手中这样子股票六党 全部 全部被嘎 我看来真的吓一跳 那个老师真的满固执的 很顾执的你知道吗 操作股票不需要固执的啊 看得懂趋势就可以了 趋势 趋势 不要说台股加权指数创新高 台积电来到566 你还在看空 你疯啦 你疯了是不是啦 你没有把会员的钱当作是钱啦 这样很糟糕啊 我跟你讲很糟糕 你会把人家害死 我跟你讲 这个有业障 有业障 做人最讨厌的就是说 有业障 明明知道是错的 你还去做 倒个歉会怎么样 亚航 老师有没有卖掉 我这不大方便讲啦 创新高应该都赚钱啦 党股会员的来 这个赚了70% 严老师要挑战 怎么样来挑战 就一档股票好不好 就一档股票挑战他 拭目以待 今天直接把电话拨通 就可以了 今天开放只收一个月 10年来只收一个月 单股会员168 一个月的减讯费 单股会员168 做完一档再做下一档 一档没有做完 不会做下一档 单股168好好把握 机会只有一次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站住 口里 谁 僵尸 去哪里 去试试 做什么 吃鸭血 找到着 不然是什么 你说 看牙医 错 炒大肠 荣食 炒大肠 你会问吗 精力充沛 哼哼 你怎么知道 我每天都把在赞 不意 搞定 保力达 蛮牛 外园领先布局 呼吸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住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悬股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起机 赢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东乾坤 我是气象达人彭启明 我的神水好习惯是 会把洗澡前的冷水 冲洗水通通收集起来 可以用来冲马桶 还有拖地 一水多用 解杯用水 从你我做起 我是中央气象局 吴婉华 我的神水好习惯 是把洗漱果的水 和厨师机里收集起来的水 累积起来 用来浇花 擦拭家具 还可以拖地哦 一水多用 解水可以很轻松 你可能不知道 九分之一台湾人 是代谢症候群患者 上班族 做太久 应酬多 冻得少 男性腰围超过九十公分 女性腰围超过八十公分 就是健康危险群 小心代谢症候群